盘点前行者2的逆天设定 辐射的危害和他们一笔 简直小屋见大屋 首先是随处可见的变异点 平时根本发现不了 可只要粘上 不好意思 任何奇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就比如空中那个看似像水地一样的东西 王猜是空间急剧压缩形成的 一旦进入 身体直接被空气撕裂 根本不给你反应的时间 血不够 一下就去世了 地面上不断喷火的小石头 靠近会给主角上一层燃烧的debuff 好在伤害是持续的 期间只要有药 就不至于威胁到生命 走着走着突然致盲 不用怀疑 你刚才经过了一个闪光属性的特异点 并且距离中心过近的话 依然会受到伤害 解决办法恐怕只有跑得快 一小走落叶在地空中有节奏的旋转 千万不要好奇踏入 否则你将会引起小型龙卷 人在里面疯狂转圈 上次明知道龙卷风 却还有勇往直前的 恐怕是隔壁2042 碎石静止在空中 无缘称其为反重力陷阱 不仅区域内的碎石会漂浮 人类进去都有可能被抬起 还有一个非常难以察觉 因为它太薄了 果然称之为反重力玻璃陷阱 由无数块破碎的玻璃碎片组成 一般不会轻易取你性命 但碰到后必定触发流血机制 所以走在路上突然间掉血 非常有可能是走神的时候 路过了一片玻璃 但浑然不知 此时主角的面容 别的特意点可能还多少伪装一下 但这个可谓是明陷阱啊 一个类似于电网的东西 正常人看到都会躲着 但好巧不巧还给它隐藏了一个进化版本 或移动的电光特异点 在固定路线内反复巡逻 碰到就电你 但确实不至于立马去世 不过只要熟悉了路线就能轻松躲避 这么一看好像除了一开始的空间陷阱 其他根本就算不上危险嘛 哎 你要这么想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刚才只是简单难度够放的水 不信你可以把MPC正经特异点试验一下 保证当场开花 人体厌花了属于是 而且这游戏每隔几天都有一场笼罩 整个七人中必须的闪电风暴发生 官方名为大喷发 天空被星红色狂风笼罩 巡逻中心还半有随机闪电 听到警报后请务必前往附近的庇护所 不然超高的温度将会蒸发掉地面上所有弹机生物 起初我还不信 把算在喷发中间给大家伙开个门通通风 毕竟地下室里人怪多得很闷热嘛 结果刚一靠近 还没等到开门的那一刻我就死了 只能说下辈子别再受欠了 游戏序长 主角就一直在研究超自然现象 同时给你配备了一个超能探测仪 方便收集超自然物体 能有效提高角色属性 独一无二 其形态各异 每次大喷发之后 同一地点都会刷新 运气好还能捡到属性报表 堪称神器 喜欢研究超自然生物的 千万多比利简直就是你的梦中情地 关注我 解锁更多3A大作